新鮮 寬敞的空間 白色地中海風格的牆面 這家簡單舒適的好料餐廳 就會在台北內湖科學園區附近 店家堅持使用新鮮健康的食材 來做出各式美味料理 不論是牛排或是義大利麵 來到這裡都可以輕鬆的品嘗到喔 話不多說開動吧 各位好很高興今天為大家介紹 我們新鮮我們的餐廳 我們是一間在義式歐風的這個料理 介紹我們店內裡面 幾道比較人氣的這個餐點 第一道這邊跟您介紹的是 這個是海鮮辣椒墨魚麵 它裡面的那個配料的話 有這個用墨魚汁製成的墨魚麵 經過師傅的這個不用白酒醋 還有一些海鮮 像蛤蜊 魚肉 然後花枝 炒香下去拌炒之後 吃起來的味道的話是酸酸辣辣的 這個味道 吃起來是蠻多年輕朋友 喜歡點的這道菜 一般外面吃的這個墨魚麵 都是用墨魚汁下去炒的 跟其他間這個店製作的方式 不太一樣 這是我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二道這邊跟您介紹的話 是我們的德國酸椰菜豬腳 這個豬腳的部分 我們經過特殊的這個蔬菜這個香料 醃製了五到六個鐘頭以上 經過酥炸的這個烘調的處理方式之後 搭配旁邊的這個酸葉菜 還有酸黃瓜這個芥末醬 一起在使用 吃起來的口感是皮脆肉軟 然後另外接下來這一道這邊的話 是我們這邊這個 另外一邊用清醬做的這個 蘿勒清醬雞柳麵 搭配我們另外這個 經過雞腿肉的這個 這個雞柳條 搭配清醬製成的這個義大利麵 吃起來是受我小朋友的歡迎 然後這邊 這邊 第四道這邊的話 是這個酸味牛小排 這邊 它的這個肉質的口感是 比較結實有彈性一點點的 本身是帶金帶油花 那搭配我們旁邊附贈的這個 香草海鹽 吃起來的話 口感上面是比較重的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搭配其他的 我們組合成套餐的話 像我們這邊有海鮮 我們的番茄海鮮湯 也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很多人 點閱率非常高的一道 然後這個燙烤餅 這邊還有一個特別為人介紹 這一道是我們的前菜 香蒜烤甜螺 它是進口的甜螺肉 然後加上我們的黑胡椒 和牛油下去拌炒之後 上面再鋪上這個 酸味奶油 那吃起來 吃起來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一般來這邊的朋友 都會搭配我們的麵包 去沾醬去使用 那今天為各位 介紹這邊 這個豐富的這個餐點 希望下次 今天有這個介紹 希望各位觀眾 可以過來我們這邊 餐廳用餐 謝謝